從岡山區里長每個頭棒抗議白布條 氣得大罵高雄市府養公處 因為莫蘭蒂颱風吹倒的路數 遲遲沒移走 連路燈都還沒修復 梅基颱風又要來了 里長罵翻痛批高雄市府救災太慢 市長陳軍原本沒排定公開行程 也趕在梅基颱風還沒登陸之前 26號下午5點赴災害應變中心主持會議 市長陳軍面對救災進度向市民道歉 同樣繃緊神經的還有台南市長賴清德 9月24號前往日本參展 原定27號回國 梅基颱風來攪局提前返台作證 親自到指揮中心 因為上回莫蘭蒂颱風 宣布停班停課半天被罵翻 因為這個完全是要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如果說應該放假我們就放假 臨近的嘉義市9月14號 莫蘭蒂颱風來襲 也因為決策不明快 原本13號晚上就宣布 14號下午停班停課 結果深夜11點只在市府網站悄悄公佈 改成全天正常上班上課 市民湧進市府網站 諷刺市長突醒哲決策沒破例 突醒哲坦誠宣布有瑕疵 上回莫蘭蒂颱風 綠營縣市首長接連被罵翻 這回繃緊神經 備戰美濟颱風 記者陳生意賴筆箱 台南高雄報導